好继续再看到5月2号的晚间 网络是流传一篇案1136相关足迹 那么只案136曾在4月17到20号在花莲旅游 并且入住了台东的知名饭店 那么对此饭店也出面的表示 经过饭店人员多管道的来查询 并没有案1136相符的住宿登记的资料 同时在案136所匡列的接触中 也没有任何饭店人员跟当日的旅客 请旅客安心 我们昨天一直查到凌晨一点 就是各种四五个不同的一个检查管道 我们都查了都没有相符合的 饭店业者出面辟谣 表示并没有查询到案1336的相关住宿登记资料 昨日晚间在网络上疯传一篇案1336相关的足迹 内容指出案1336曾在4月17到20在花东旅游 并入住资本的四季经年饭店 而这也让业者大为狂恼 因为查询相关的住宿记录 皆没有符合案1336的相关资料 而且中央预期流行指挥中心 所匡列出来的接触者内 也没有饭店以及当日的旅客 但因为这项讯息 已经有民众来电退房 大大影响到业者的权益 从昨天晚上网络上开始疯传之后 目前昨天晚上已经接到十几通的一个询问电话 那也有跟客人做解释 但是目前也有两位已经退订了 对其他但是影响比较大的旅行社的一个询问 因为他们比较在意这些 第二个是我们昨天晚上收到相关的社群传播讯息之后 我们就先查了4月17、4月18、4月19 这三天的我们的一个住客登记表 健康自主那个登记表 甚至刷卡记录 以及说住房登记 因为会要那个写证认证编号码 再反查那个县市 那都查不到就是说 有32岁的女性 或者说因为她是 她写说是她跟一位朋友姓张的一起过来 也没有说是类似姓张的朋友 那个就从各种管道登记住房 或者说结账或者填写 这些自主管理表的一个记录存在 所以这点对我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而且这种应该是由中央疾病管制局统一发布的 不应该是说在网路上面恶意传播 而且这个东西对于花东地区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损害的时候 这一点也希望说政府当会应该要能够去澄清 让相关的业者不要说受到这种不白之冤 饭店业者也指出 饭店都有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 也请民众可以安心 在此也呼吁 面对网路讯息必须多方查证 且相关疫情的内容 需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的内容为主 避免随意转传 以免受罚 同时也打击到国内的旅游以及住宿业者 记者陈基林一杯南香报道